今天的嘉宾是美国整合医学专家 杨锦端医生 欢迎杨医生 舅舅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 杨医生你好 谈到健康 其实我们都认为 就是好像物理的健康 我们身体的健康 那你可不可以从整合医学的角度来看健康呢 可有上面跟我们解说一下 跟这次疫情又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 人的精神会影响到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会影响到内分泌系统 内分泌系统会影响到免疫功能 免疫功能再反过来影响到所有这些系统 影响到内分泌 影响到神经 影响到精神 所以它就要是一个整体的 一个双向的一种循环的关系 这就是整合医学 但是呢我呢是 从我这个临床医学角度 我为了让这个事情变得比较直观 不用讲这么多话 我就把它总结成四个层面的医学 第一个层面叫做结构医学 就是我们身体的结构 摸得着看得见的 皮肤啊 头发啊 骨头啊 血管啊 神经啊 这些器官啊 这些叫结构医学 最小的就叫细胞啊 细胞器啊 这都属于结构医学 那么第二个层面呢 就是生化医学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身体喝进去的水啊 里面吃的水 水里面含有的电解质啊 微生素啊 微量元素啊 氨基酸啊 脂肪酸啊 以及他们组成的这些激素啊 这个神经地质啊 各种各样的酶啊 是吧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把它看作作为一个 一个这个生物化学的一个医学 一个层面 就是生化医学 那么第三个层面呢 就是人活着就是要有能量 有生命动力啊 就是能量医学啊 那么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情感啊 我现在讲话的声音啊 表情啊 动作呀 思维啊 语言啊 是吧 我身体的体温啊 我的心跳啊 我的呼吸啊 我的胃肠的蠕动啊 这些你看得见 看不见的东西 那都是一个能量的表现 那么这个能量呢 就叫做能量医学啊 能量层面啊 我们现代医学能够认识到的线粒体 那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的来源啊 那个中医讲的这个气 是吧 那就讲的是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能量表现啊 能量表现 所以它是一个能量医学 那么这这这三种啊 这个这个结构啊 生化和能量呢 它只构成了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 但是在我们身体内部呢 我们还藏着一个人的真正的一个生命啊 或者是真正的生命的一个真正的这个存在啊 就是我们人的灵魂啊 灵魂啊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在跟大家啊 这个这个交流啊 交流的你说我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啊 我为什么要跟着大家说啊 你眼睛不要往下看 你眼睛不要闭上 为什么我们眼睛睁开很重要啊 那就是眼睛它是我们一个灵魂的窗口啊 我们实际上人和人的交流和相处 本质上讲就是一个灵魂和灵魂的交流啊 所以大家经常讲我要找到一个soulmate 找到一个灵魂的伙伴啊 这个才是最好的 是吧 就说这个人和我是一个soulmate 那这个这些事我们在生活中啊 大家这个 我们不一定有自己的特别的这个宗教啊 或者是仪式啊 这些方面 但是呢 我们都是有灵魂的人 每个人都是有灵魂的 我们每个人呢 都希望和别人呢 在灵魂的层面上进行沟通 那么人的灵魂的健康 那当然呢 就决定了我们 影响到我们身体的 刚才说的结构的 生化的 能量的啊 所以呢 我为什么老做一个比喻呢 就是这个灵魂啊 就像一个 一个一个车的司机一样 是吧 他决定了这个身体啊 这个车往哪里开 去干什么啊 去做什么用途 他决定了 他怎么能够保养和爱护这个车 是吧 那么他怎么样能够 把自己和这个车分开啊 在关键的时候 他更重视自己的生命啊 而不是太在意这个车怎么样 因为车坏了可以修 车坏了可以换 是吧 这个都没有关系 但是生命呢 这个司机的生命就很重要 我们灵魂也是一样 我们的肉体 我们保养的再好啊 完美 是吧 天天看健康一加一 这个做的事情 吃的也是perfect 运动也做 什么都做 那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这个外壳 可能能够最多的是连续到150年啊 咱们就说150年 150岁 那这个外壳还是要脱掉的 是吧 那么如果生命就这样的话 也是很悲哀的 但是呢 好在就是说 我们的灵魂就像这个司机一样 车旧了 坏了可以修可以换 我们这个灵魂呢 它是也是不死的啊 这就是给我们人类 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呢 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 我觉得只有明白了这一点 你的生活才有信心 有希望啊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跳出自己的这个局限 能够想得更远 更长久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说 你如果相信人只有这一辈子的话 就好像相信生命 只有一天的感觉是一样的 因为一辈子 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场合里面 那可能一天都不到 很短 那你如果觉得 你只有活一天的时间 你说你这一天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你做的选择 肯定是跟你知道 你有昨天有前天 有明天有后天的选择 是不一样的 你肯定会 会很容易感到绝望 很容易感到这个困惑啊 但是呢 这个人的灵魂是很困惑的 为什么呢 他跟司机不一样 我上次讲过 就是说 我们说的司机 你18岁以后 你才能够去开车 对不对 在这之前 你知道你有父母 有家庭 有学校 有生活 你知道你到车里面 就是临时用一下 是吧 开个车 把个事办了 然后又回家了 所以呢你跟车之间的关系很清楚 那这个灵魂就麻烦了 灵魂就像一个人 一下生下来的时候 或者是压根 就出生在这个 就塞到了这个车里 然后在车里面长大 从来没让他出来过 看到的事件呢 就是通过窗口啊 后视镜啊 这个看到的事件啊 从来没有出来过 长大了以后 他根本分不清楚 他跟车不是一回事 他不是车的一部分 但是他很容易相信 他就是车 车就是他 分不清楚了 那他也搞不清楚 突然他能开车了 他也搞不清楚 这车是干嘛用的 应该往哪里开 是吧 做什么 他更不知道 他原来还有家 他原来还有父母 是吧 他也不知道 这个车坏了以后 他是可以出来 再换一个车的 他根本都不知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人就很困惑嘛 是吧 如果别人再告诉他 他打开窗户 别人再告诉他 你应该干这个 干那个 干这个 干那个 他就去听着 就去干 那也许告诉他好的 他可能听的 就是对的 如果告诉他错的 他就按照错的 是吧 所以呢 这个人的灵魂 就变得很困惑 所以呢 如果说 我们说的这个 整合医学啊 总结一下 就是 就是人有 生 结构的医学 生物的 就生化的医学 能量的医学 和灵魂的医学 要在这四个层面 来关注 人的健康 那么才是一个 完整的医学 这就是我 个人 对整合医学的 这样一个定义 是 那如果说 从整合医学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 就是新冠的疫情嘛 大家也都希望 健康 那如果 我要来 让我们的 用整合医学的方法 让我们的 抗病毒能力增强 要怎么样来做 会比较好呢 那好 那我们就看看 我们都在做什么 就知道了 如果从结构的角度来说 也就是我们看得见 摸得着的 大家洗手啊 要把手上的细菌洗掉 对不对 病毒洗掉 大家戴口罩 摸得着 看得见的吧 保持一种 这个物理上的 是吧 这个我的这个 吐沫不要 喷到你身上去 我的病毒 不要 这是一个 这个结构上的事 保持社交距离 更是了啊 你的身体 跟我的身体 要隔得远一点 是吧 这都是我们看到的 然后呢 如果说 你万一这个病了 严重了 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医院 他用X光 给你一照 发现你肺上 有这个 有这个炎症反应 他发现你这个 肺里面有水肿 他能够看到 这就是结构上 看到的东西 是吧 他也是能看到的 然后呢 他发现你这个 这个呼吸道里面 有很多痰液 把这呼吸道堵塞了 然后他要给你抽痰 保持你这呼吸道的通胀 那这些都是在 结构的这个水平上 物理的水平上 和机械的水平上 来防护和治疗疾病 这就是我讲的一个意思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说 生物化学 我们在做什么 好 你感染了 是吧 感染以后你开始发烧 实际上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 发烧太厉害了 不舒服了 怎么办 吃退烧药 退烧药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让你的身体的这种 发热的机制 不工作 让你不烧了 但是呢 它并没有解决造成这个发烧的这个原因 是吧 甚至呢 它破坏了发烧本身 会给我们带来的杀病毒 杀细菌的作用 体温升高是能够增加我们的免疫功能的 所以一般的体温升高 你千万不要去动它 除非烧到能够造成了有可能让小孩子产生抽风 造成生命危险 一般来说 烧得糊里糊涂了 是吧 那么一般来讲 轻易的你不要去打扰这个发烧的过程 那这就是我们从生化水平来看的 那么现在也发现在这个过程中 什么样的人病得最重呢 为什么有的人就病得轻 有的人就病得重呢 发现但凡维生素D缺乏的 维生素D是什么呢 不是一个化学物质吗 不是一个维生素吗 是吧 但凡维生素D缺乏的人 不管你是什么年龄 有没有以前有没有病 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少的 你的这个新冠感染的症状的严重程度 都会增加 你死亡的风险都会增加 这就是从生物化学角度来看 是吧 我举这个例子 大家很不重视什么维生素 一听维生素就不当回事 是吧 什么维生素微量元素 都不重要 其实它非常重要 我们人类现在在新冠这个流行的同时 我们有维生素D的缺乏的大流行 60%的人都维生素D缺乏 可能是人多了就不在乎了 但是呢 因为谁不重视它 这就讲的营养 当然还有其他的维生素了 是吧 我们说的维生素C 维生素E 这些抗氧化的作用的 还有呢 就是像微量元素C C 这些非常重要的 这个微量元素 对我们的免疫功能都有很大 这就是我们讲的生化医学 生化医学 那如果说你吃在病入膏肓了 是吧 那个感染 那个细胞因子风暴了 就是要命了 肺炎不动不工作了 那么这时候它就用激素 用这个糖P纸激素 来抑制免疫反应 是吧 那就是一种人工的 这个化学干预 是吧 那么还有呢 就是现在试用的各种各样的 单空龙抗体药物 是吧 来让阻止这个病毒 和细胞的结合 是吧 那么这也是一种生化的一种干预 这就是我们讲的生化医学 生化医学 那么我们再讲 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 就能量上表现是什么呢 你能看到 病人一感染以后 他的第一个症状是什么 疲劳 极度疲劳 极度疲劳 那个然后呢 是发烧 发烧是什么 发烧不就是热吗 热不是能量吗 是吧 能量的一个不平衡吗 有人发冷 有人发热 是吧 热 是吧 然后咳嗽 咳嗽是什么呢 咳嗽就是废气上力 是吧 你这个废气是本来是往下走的 把氧气输送到全身 结果你废气往上窜 那就是咳嗽 气度 是吧 那是能量的问题吗 是吧 然后更不要说你这个味道没有了 味觉没有了 嗅觉没有了 是吧 然后还有的人就是情绪低落呀 等等 这些 那么我们说的都是疼痛啊 这些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他这个 他在病毒感染的同时 他身体的能量受到了攻击 那如果说我们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这个能量 大家一听说我讲能量 说这个能量是啥意思啊 挺悬的 其实一点也不悬呢 我们人这个身体里面这个能量 刚才我讲过所有的能量表现 你到医生来看病 百分之八九十的症状 是你说的症状都是能量问题啊 我累了 我冷了 我热了 我睡不着觉了 我情绪低落了 我这疼了 那痒了 是吧 都是能量问题 那医生给你做的事情呢 也是大部分是能量问题 然后你的体温呢 侧里的血压呀 是吧 给你做个新电图啊 老电图啊 这个电图 那个电图啊 他测的不都是能量吗 是吧 他只不过是看不到身体里面的细部 这个能量的结构 他看不到 当然有机会我给你给大家看一个我那个做的一个模拟的一个能量的这个这个循环的一个图 但是呢 我们现代医学啊 一定要强调是对能量的认识是非常细致和清楚的 我们对这个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个线粒体啊 线粒体呢 就像一个细胞的这个能量工厂一样啊 那么它给我们身体里面产生能量 这个能量的来源呢 非常有意思啊 先天呢 能量是从父母那来的啊 因为精子后面它是挂着线粒体的啊 这个卵子里面是充满了线粒体啊 所以呢 这个一结合 你想这个能量就来自于父母 是吧 一个细胞 一个能量 是吧 受精卵嘛 一个细胞 一个能量 我觉得就是中医讲的先天之气啊 先天来的 父母那来的 然后到了你的身体里面 然后利用父母亲的这种呼吸啊 营养啊 是吧 体内的各种 然后呢 它变成一个胚胎 它出生了以后 它自己能呼吸 自己能吃东西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后天之气 所以就靠着这后天之气成长了 是吧 那么吃的东西和氧气 在哪儿产生能量呢 就在线粒体产生能量 所以呢 每个细胞里面都有 甚至有几千个线粒体 你像肝脏细胞 一个细胞里面就有 一千到两千五百个线粒体 在那里不断地产生能量 不断产生能量 是吧 所以呢 这个能量医学 我们能获释吗 没有线粒体 就没有能量 就没有生命 在线粒体进入细胞之前 我们人类的生命是不存在的 所以要说上帝这个 造了生命的话 第一先造的是线粒体 你如果说这个世界有阴有阳的话 那阳就是线粒体 这个阴呢就是细胞 这个阳和阴结合了以后 线粒体进入到细胞里面 它就成了生命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是不恰当的比喻 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代医学的研究 对人体的这种能量的这种功能和能量的这个方面呢 是已经是非常深入了 而且呢和我们传统的古老的中医学讲的概念 已经非常接近了 那中医当然更不用说了 中医把整个这个病毒就看成是一个能量体 是吧 是一个天地之间产生的一股力气 就很坏的气 那么它攻击到我们的身体 我们身体的整个能量系统 就要对它进行一种抵制 就是我们的胃气 就要给它抵制 那这个抵制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先天的免疫系统 要把这个病毒 带它进入到我们血液之前 把它灭掉 所以我们很多的人 它没有感染病毒 不等于说这个病毒 没有进入到它身体里去 只是呢 它进到它身体里面 在它的鼻腔 在它的咽喉 甚至在它的气管里面 就被清理掉了 从来就没有允许它进入到身体里面 进入到血液里面 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 这个震气很足 防卫功能很好 用现代语言就说 我们的先天免疫功能很强 不管你是什么 怎么变异 它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变异的东西啊 它只有进入到血液里面 以后 它才能让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的时候要靠抗体嘛 抗体它是有记忆的 它对某个东西记住了 它就针对这个东西 如果换一个了 它就没有准备了 它没有记忆嘛 但是呢 这个先天的免疫 它是不管你是谁 你来了 我一概杀灭 那如果我们先天的免疫 非常强大的话 那么你病毒再变异 我也不在乎 是吧 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讲的这个能量的问题 那么大家又讲了 那你讲到这 那我们这个灵魂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你这个灵魂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面就太有意思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灵魂怎么定义它 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不是多 如果讲太多了 你就打断我 那么如果要讲人 你说这个人说 杨医生你讲的现在 现在这个结构 那我们是最清楚的 对不对 天天看得见摸得着 医生可以开刀嘛 那就结构上的事 化学我们也明白 我们整天讲营养 整天讲这个吃药 那我们也明白 能量嘛 有点悬 但是呢 听你这么一说呢 反正中医嘛 咱们都是讲中国话的 所以从小到大 你都听说过 接触过 看到过中医 不管你信和不信 中医呢 都在你面前 是吧 那我给你解释解释 也许 你想 中医原来是这么回事 没那么复杂 没那么神秘 现代医学 对这个中医的这些 讲的这些事情 也都有认识 只不过用的语言不一样 是吧 你说气 我说 我说是ITP 是吧 我说是生物电 是吧 语言不一样 你说这个 这个先天之气 后天之气 那我们就讲的食物 食物和这个 呼吸等等吧 就这意思 我也能理解 但你说这个灵魂的事 有点悬 我有点不太好 就是抓不住 抓不住 其实呢 这个抓不住啊 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呢 我们这个灵魂 和这个汽车里的司机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汽车里的司机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是吧 你一看一个人 坐在这个驾驶舱 驾驶室位置上 这个车有人开 要是无人驾驶的话 你就看不见 是不是 看不见 那么我们这个灵魂呢 是看不见的 我们不光我们人的灵魂 看不见 我们人的能量系统 你也看不见 是吧 车的能量 为什么这个修车部 它总有个电气工程师呢 他们那有电池 有马达 是吧 有发动机 然后还有电路 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 所以呢 一个修车部 总有一个电气工程师 不然的话 这修车部也开不了啊 是吧 整天要给你 时不时的 要把你的电路看一看 马达看一看 电池换一换 我们人体这个能量系统 这个电路系统 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 那个线粒体 你看得见吗 看不见 这小电池 到处都是发电厂 然后呢 这些发电厂 发出来的电 怎么走的 怎么穿的 就是说 我们讲的 这个中医讲 这个气啊 是走各种各样的经络 每个系统 有每个系统的经络 是吧 其经八脉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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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正经 还有 还有 还有这个 这个 什么别经啊 皮布啊 就是很复杂的 一套能量的 这个走的体系 那我们现在 医学看不见呢 是吧 这个线粒体完了以后 能量它怎么穿的 我们理论上有 是这样那样的 但是呢 看不见 所以能量就看不见 是吧 那就像空气一样 你看不见 那你它不存在吗 它不重要吗 绝对重要 是吧 所以因为看不见呢 所以我们 我们的医院里面 就没有这个 电气工程师 我们这个 大的医院里面啊 就好像一个修车铺 但是没有电气工程师 你去了以后 它给你量一量东西 但是呢 它的手段 还是两个 一个是 机械的 这个结构的手段 要不是开刀 要不就是开药 开药呢 是一种滑血的手段 当然了 你要是住院的话 它也给你输这个液 输液是什么 我们说我们神经内科医生 就什么三素一汤 就这么大本事 什么病来了 就三素一汤 维生素 是吧 激素 抗生素 叫三素 一汤呢 就是输液 输什么呢 输葡萄糖啊 输这个 这个 这个能量合计啊 ATP啊 就是我们说的能量啊 输一些这个维生素啊 是吧 这些东西 那么就是这么三素一汤 就是这个 生化的办法 但是呢 怎么能量上干预呢 就不懂了 其实呢 按你说这个能量干预呢 最在行的 最专业的 就是我们的古代中医啊 如果我们现在的中医生啊 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啊 就守着咱们古代中医给你讲的这些道理去做 你就起到了人体电气工程师的作用啊 健康的电气工程师 那这个呢 你还能明白 那好 那说灵魂 灵魂很悬 那我就跟你讲一讲 你怎么 怎么定义你自己的灵魂 其实灵魂呢 它就 你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回答 就描述了你现在的灵魂的一个状态啊 首先我们承认有灵魂存在啊 这如果你说 我不相信我有灵魂 那这个节目你就不要看了 也不用听我往下说 你如果认为自己还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那咱们就讨论这个事啊 那么这个灵魂怎么说呢 就是 你第一 你要你要问我和这个宇宙 和这个自然 和周围的人 和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对吧 你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存在 还是你跟这个周围的 这个自然和周围的人 都有一种关系啊 那你要叫问我的话 那这种关系呢 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 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 你说我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天下老子第一 就是我 除了我什么事情都不重要 这个人我碰巧碰上了 那个人跟我碰巧成了夫妻 碰巧成了夫 一家人 都都是巧合 那这是无论你怎么认识 都是你对一个 都是你的灵魂的定义 你灵魂的一部分 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相信不相信 除了你个人以外 在这个世界还存在着更高级的生命 更高级的生命 就这个意思 如果存在的话 那么你和他之间什么关系 我可以跟你说我自己的这个经历 那我从中国到美国 那我们从小受的都是无神的 什么怎么会有高级生命呢 不可能 是吧 人是最大的 我是最大的 是吧 我的存在是最重要的 我是世界的中心 那么我到一个这个到了美国以后 去个基督教会听人家讲这个宇宙 讲这个科学 然后呢有个图就画了一个地球 然后画了一个银河系 太阳系有个银河系 更不要说还没画到宇宙呢 就画到银河系 那这个地球在这个银河系里面就像一粒灰尘一样 那我突然就意识到自己是不是有点太自大了 在这一粒灰尘上的一粒灰尘 就敢说自己这个世界外面没有什么东西了 是吧 那我突然就有点觉悟 用他们的话说叫觉悟 所以呢我那天就说 我说我相信有更高级的生命 那当然了 更高级的生命 大家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叫佛 有人叫道 有人叫神 对我来说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相信有比我更高级的生命的存在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个人的这种一种 一种对我自己灵魂的一种变化 那么你如果相信它存在的话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和它什么关系呢 它跟我又是什么关系呢 是吧 不管是什么关系 你说它存在是存在 但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也罢了 反正你的任何的这个回答 都是你的这个 就是你的灵魂的这个状态的一部分 那么讲说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在人生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是吧 我们会生老病死 对不对 这个过程 我们在人生中会遇到让我们高兴开心的事情 也会遇到让我们闹心烦心的事情 我们会遇到人生中的低谷和灾难 是吧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对吧 就会很生气很愤怒 那么你对发生的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你的回答就定义了你的灵魂 定义了你的灵魂 是吧 我知道有的这个很相信这个神的人 家里突然出了一个有人出了一个车祸 他就开始不相信神了 怎么可能呢 怎么能让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我家人身上呢 这个神都干嘛去了 为什么不就不保护我们 是吧 他就不信了 是吧 那么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他对这些事情的认识和理解 也定义了他的灵魂 还有一个问题呢 其实我应该说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人生的存在的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就像一个司机一样 他坐到车里面 他干嘛 这个车去干嘛 用什么 对不对 他去用去干犯罪的事情吗 还是用来做去救人的事情 是不是 他的目的是什么 你说这个车的这个 这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不是由这个司机决定的吗 是吧 所以那我们的灵魂也是 那我们存在在这个身体里面 我们有这一辈子 我们这一辈子的目的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问这个事情 这也定义你的灵魂 这已经是四个了吧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 最后一个我就觉得就是说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讲了人的这个意义 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我们讲了你和周围世界的关系 我们讲了你对这个高级生命的存在 我们讲了你和高级生命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讲了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 是脑病死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相信不相信人 有前世 有今生 有来世 或者是在生命之后 还有一个更好的去处 那么这个东西呢 也是这个 也定义了我们的灵魂 当然了你今天的答案是什么 它就是你今天的灵魂状态 明天你说我改变了 就像我当时觉得我老大天下就第一 没什么别的事 后来我相信啊 有高级生命 然后我再搞明白我跟这个高级生命 是什么关系 是吧 那我再再明白这个生活中发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什么意思 我对他的理解都是一点一点变化的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不相信人有前世的话 人有今生的话 人有来世的话 是吧 能有一个这个更好的去处的话 我就会感觉到我这个人就好像我不相信我曾经有过昨天 我不相信我还有明天 我只相信我今天就这一天 二十四小时 那如果我真的这么相信的话 我会觉得很绝望 很绝望 我会做很多很疯狂的事情 在这二十四小时之内 对吧 因为只有这二十四 而且我完全不明白 这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事情 它是一个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到这里跟啾啾在说话 我完全忘记了 我们上昨天还讨论过这个话题 我们在这之前计划过这个节目 我完全不知道 现在突然坐在这跟你说话 你说该有多困惑吧 是吧 那么如果碰到一个人管我要钱 说杨医生你欠我钱 你都还我钱 那我说我不记得 昨天我什么也不记得 我为什么要欠你的钱呢 人家不高兴打我一拳 因为我昨天打了人家一拳 我也不记得了 所以那就会很困惑 我就举这个例子 这只是我个人的这个状况 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都不要紧 大家都不用担心 但是呢 我就给你这几个方面呢 就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灵魂呢 变得很具体 因为这对这五个问题的回答 它为什么重要呢 重要就在于 它决定了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发生的事情 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呢 角度不一样的话 出发点不一样的话 你的感受会不同 所以给你带来不同的情绪 有的是给你带来一种愉快的情绪 有的是给你带来一种愤怒的情绪 而这个情绪就跟我们这个身体有关系了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情绪 通过神经地质 通过神经系统 就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功能 联想到我们的内分泌 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代谢 是吧 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轮量的这个 这个平衡和循环 这就很重要了 这就关系就联到一起了 所以呢 啰啰嗦嗦讲这么多呢 还是希望把这个非常非常复杂的 我经过几十年的这个研究探索 精华 给我自己总结出来的 至少我觉得 对我来讲比较好理解了 我能自圆其说 我作为一个学过中医 学过西医的人 做过研究的人 是吧 了解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人 我现在能够对整个这件事情 这个健康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我有一个 一个清醒的清晰的 又简明的一样一个概念 那我希望呢 就把这个概念呢 也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用这种概念呢 来管理自己的健康 就像你每天都要问一件事情 今天我问我的身体做了什么 也就是你的结构做什么 你出头了吗 洗脸了吗 是吧 保护你的皮肤了吗 是吧 这个 关心你的体重了吗 是吧 锻炼了你的肌肉了吗 等等 是吧 这个你每天都要问一下 第二个呢 我今天 怎么为我的生化健康 做了什么 是吧 我今天吃了平衡的饮食吗 是吧 补充了我该补充的营养素吗 是吧 这个你起码要做到 是吧 喝够了水吗 是吧 不光喝水多 还要保持平衡的电解质 对吧 这你要问一下 第三个呢 你说我今天为我的能量做了什么 最能量最大影响的就是人的情绪 那就是说我今天 我是不是保持了一个心平气和的状态 是不是啊 我今天有没有打坐 我今天有没有练太极 或者是做一些让我的身体的气血流通比较循环的事情 做一些冥想 就是心平气和 实际上四个字就把这个能量健康的真谛就讲出来了 你心平气就和 that's it 没有什么问题 那最后一个你要问我都为我的灵魂的健康 因为我知道我前三个做来做去 我就是这一辈子 也就这一天的事 那我明天以后怎么办呢 后天以后怎么办呢 我都为我的永久的生命 我的身体是一个有限的生命 我的灵魂是一个无限的生命 那我为我的无限的生命做些什么 我今天 这个以和善对与人为善吗 是吧 我今天有没有做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伤害别人的事情 是吧 有没有占别人的便宜 有没有恶与伤人 是吧 那么这些东西呢 这些表现在行为上的东西呢 反映你自己的世界观的事情呢 你也要检讨 每天要检讨 所以呢 这就是因为他决定了我们其他的问题 所以就回到 他决定我们的行为的 所以就回到我们 这个 再回到现实中啊 大家有了这个 这样一个观念的以后 你就回到现实中 你就会检讨自己的事情 你比如说台湾这个疫情 我们如果从一个个体来讲 这位老先生 你该去那个茶馆吗 你不能到一个好正常的茶馆去喝茶吗 是吧 那么你这个事情做的 是不是有点影响你的灵魂的健康 是不是有点失德 我们中国讲 我们中国讲 是德 要想一想这个事情吧 是 所以呢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这样做了以后 那你肯定 这个行为就造成了 和我们后面说的 一系列的问题 那你说 你感染这个病毒 我们说 这到底是一个 是个医学问题 是医生的问题 还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是吧 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 我觉得这分不开吧 根本分不开 是吧 因为他最终表现到 是医生这儿来了 假定他再出现了什么呼吸困难 再出现了心肺衰竭 最后再上呼吸机 最后死掉 整个这个过程 那我们如果把这位老先生 这一辈子的这个情况 从他开始到最后的过程一看 这个结构的问题 生化的问题 能量的问题 灵魂的问题 全部都在里面 一个都跑掉 是 我想今天杨锦段医生 其实提供给我们 有另外一个思维 经常有时候 杨医生在分享的时候 其实都不太人心打断 因为有时候 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 杨医生会从很 就是很表层的 再深入的来跟我们分析 有关于今天 我觉得今天大家 可能可以稍微消化一下 因为我们经常说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 就是免疫力 我们要提升我们身体健康 我们要提升我们抗病毒的健康 其实我们要做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我想未来 也希望杨医生 再多跟我们分享一些 我们怎么在这个疫情期间 怎么让我们的身体 从整合医学的角度 让我们可以更健康 我知道杨医生 其实还有一个案例 没有跟我们分享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请杨医生 下次再跟我们先分享 好 谢谢杨医生 好 下次我给大家 分析一个案例 也分析一个研究结果 好的 能够帮助大家认识 我们今天讲的事情 好的 非常感谢杨锦丹医生 谢谢 谢谢